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如果提供先进武器给乌克兰 他有可能改变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 比方说顿巴斯这地方打得厉害呢 胶着状态 俄罗斯呢 志在必得拿下俄罗斯 只取这个哈尔科夫 科尔松这边呢 也是要准备怎么样 乌克兰这讲的事说不太清楚 你知道吗 乌克兰说一套 欧美说一套 然后呢 俄罗斯自己说一套 我昨天和今日俄罗斯 还有俄乌网的两名前线记者 他们都在顿巴斯前线 我跟他们连线 我跟他们说 如果美国提供更先进的武器的话 乌克兰战场的形容发生改变 每人两个年轻的记者 一个戴眼镜 一个头发比较少 说不可能 除非他们提供核武器 好强 美国提供核武器给乌克兰 乌克兰原来有核武器 只是不知道密码 然后没钥匙 后来被销毁了 这两个俄罗斯的记者 马上就说 如果他们提供核武器的话 也不可能让乌克兰胜利 谁都没有胜利 我觉得他们说的倒也是在理的 昨天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以视频方式召开的 拉斯泰因模式的 北约多国军援乌克兰的 什么第四次开幕会上说了 本周乌克兰将得到 美国更新一项的军事援助 包括4套海马斯 多管火箭炮系统 总数可能会达到16套 这东西比较厉害 怎么厉害 怎么厉害 这次援助计划 还包括多管火箭炮的弹药 泽连斯基很牛 泽连斯说 拿到新武器之后 我们要在8月份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在今年的入冬 我现在在山东拍电影 泽连斯基如果来我们这 那就顶流明星 台词太好了 他做大梦了 他要在今年8月底取得优势 冬天来临之前 然后把整个俄罗斯赶出了 包括把克里米亚全都拿回来 现实的情况是 顿巴斯为俄军控制 顿巴斯拿去之后 俄军支持哈尔克夫 我在想你说 泽连斯基总统 为什么想法这么清奇呢 结论可能是这样 在他脑子里 就是戏剧和现实 往往是混淆的 所以他是个天才的演员 我是斯巴雷 给你帮你帮你帮我